伪善之人,必有痕迹,伪善的人,身上往往有这几种痕迹,藏都藏不住,趁早远离,莫言曾说,善良的人都晚熟,而且是被猎人催熟的,但后来开窍了,仍然保持善良和赤诚。 只是这份善良和赤诚随着时间的推移,长了一身会收缩的刺,从小人们便被教导要与人为善,真心待人,可当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后,在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之后,在被伤的遍体鳞伤之后,才痛恶善良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,善良长刺不是为了刺伤别人,而是在这个人心险恶的世界里。 有能力保护自己,守护值得被爱的人,拉布吕伊尔说,不能凭最初印象,往判定一个人。 美德经常以谦虚相边,却连经常被虚伪所掩盖。 伪善之人,必有痕迹,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善良,一眼就可以看出来,身上有这几种痕迹的人,大多不是真善,请保持警惕心理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表里不一,从不表明自己的立场。 真正善良的人,说话真诚,表里如一,言出必行,而伪善的人,说话模棱两可。 有时,一个问题,无论你怎么问,他都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,无法让你看清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,不知道他是敌室友,而且,他还喜欢见风使舵,在他心里没有真正的朋友,只有永恒的利益,谁给他好处,他就会站在哪一对,一点原则和底线都没有。 这种人,很容易出卖朋友,若与他推心致富,把他放在团队中重要的位置上,会蒙受很大的损失,表里不一的人,表面上冠冕堂皇,实则自私自利,为了自己的发展与前途,不会顾及团队的利益,永远把自己排在首位。 所有的亲近感,都是伪装出来的,说话藏半句,与人从不交心,谁都不知道,他到底和谁是真正的同盟,高深莫测,让人没有安全感。 这样的人,往往都是伪善之人,善良过了头,只会让人践踏。 在电视剧《爱情面前谁怕谁》中有一个故事,卖房销售于小鱼看见有客户来,赶忙上前招呼,可没想到拿一份楼梳的时间,客户就被同事罗美琪截胡了,小鱼找他质问,他却说谁干不都是工作吗? 正好又来了两位老人,罗美琪便顺势让他去招待,把他支走了。 小鱼看了看他,还是退让了,却想不到的是,一次退让换来了得寸禁止,一天,小鱼约了江先生来看户刑签合同,江先生这位客户是小鱼追踪了两个月,电话费都花了二百多才好不容易拿下来的单。 结果江先生刚进售楼处找小鱼,罗美琪就上前说小鱼不在,把客户抢走了,可小鱼就在公司,小鱼知道后,生气地去找他,他竟然理直气壮地说,正好给你个教训,人不怕笨,就怕吵。 除了笨以外还不用心,正所谓,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,自己若善良到毫无保留。 对方便会坏得肆无忌惮,小青是一家民营企业的文员,平时不仅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,对同事们工作上的各种请求,也是有求必应,渐渐的,大家看小青从不推辞,还把事情做得很好,便总将繁琐的任务给他完成,有次小青出了点差错,同事因此被领导骂了,他出来后竟把气撒在小青身上, 夜深人静的时候,小青躺在床上静静地掉着眼泪,为什么我事事忍让,如今竟遭受同事的白眼? 董青说,没有锋芒,没有棱角的人,很难在这个粗鄙的世界走得更远。 人心如海,身不可测,人们永远难以看清,一张嘴脸下的丑恶,自己处处为他人考虑,掏心掏肺,委屈求全,却被人当成好拿捏的软柿子,当善良无法守护边界,便会被人榨取善意,暗中算计,遭受冷眼。 所以,人要有棱有脚,做个不好惹,却又好相处的人,善良没有理性,只会害人又害己。 喜言说,这个世界,从来就不缺善良,缺的是理智和克制。 行善事是很多人下意识的选择,可善心不该是自我满足式的善意爆棚,而应是有受人以于这般的智慧。 在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中有这样一幕,在杨巡督促督促批发市场的店主们打扫卫生时,一群大姐们前来闹事,他们原是针织厂的工人,但现在针织厂倒闭,那块地卖给了杨巡,大姐们没了收入来源,想多要点补偿费,杨巡赶忙把他们请到办公室,并表示会按东海的最高标准补偿他们,可大姐们不依不饶,杨巡干脆不买了,反正那块地的手续还没办完,大姐们傻眼了, 其中一个开始哭着恳求杨巡买他们的厂,他的父亲还在医院等着治疗费,其他人也是家里各有各的困难。 但杨巡无动于衷,在大姐们要走时,他的合作伙伴梁思生忽然说,你有办法帮到他们的,就看你愿不愿意。 杨巡说,我给他们东海最高标准的补偿,可他们不愿意。 梁思生理所当然地说,那你给他们多加点钱啊。 杨巡无语至极,反问道,我要给他们多少钱,养他们一辈子吗? 梁思生指责说,你也当过穷人,怎么可以这样说? 正是因为杨巡当过穷人,才懂得救鸡不救穷这个道理,当初他挑扁担开始卖馒头的时候才十五岁。 每天翻过五六岛山,一天才挣几毛钱,也正是因为那时候没人救助他,他才靠自己一步步从大山走出来挣到了大钱。 所以杨巡犀利地说,如果他们不靠自己的双手努力,那他们永远也抓不住活下去的机会。 罗素说,若理性不存在,则善良无意义。 善良若无智慧,便会害人不利己,一斗米或许能解燃眉之急,但这终究是无缘之水,若真想帮助他人,不如鼓励他们自寻出路,开拓财路,靠勤奋努力突破眼下的困境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。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善良不分对象,便是对恶人的放纵。 爱月静说,尊严只在剑锋之上,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 真正的善,不是对所有人都善,分得轻善恶,才能不错负善心,看过一个小区大妈的故事。 一天大妈正从楼下经过,楼上一张破碎的脸突然从窗户探出来,拼命求救,大妈当场就被吓到了,一边报警,一边张罗着救人。 大妈说,这户人家虐待老人,可警察调查一番后,大妈对自己的救助行为郁闷不已,原来这位老人是这家男主的父亲。 但这位父亲,在孩子出生还未满月时,便和一个野女人跑了,孩子妈没文化,迫于生活,刚出月子,便去找了份脏活累活养家。 可没想到,孩子刚开始上小学,他爸突然回来了,张口就是给孩子妈要钱,孩子妈当然不给,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, 给孩子传的学费也全被抢走了,后来他爸因为在外边抢劫诈骗,进去了,他们母子的生活也终于消停了,等他爸行满释放,他已经成年了, 就算他爸再不是人,他也得尽赡养义务,可没想到,他爸死性不改,趁他不在家。 竟想侵犯儿媳妇,结果被儿媳妇打得半死,再后来,他爸又对楼下老太太动手动脚,被老太太的儿子打折了腿,没办法,他和妻子带着这个祸害爹搬到了这里,老头的腿动不了,于是每天被锁在家里,但老头根本不安生,于是就有了大妈这一幕。 对敌人仁慈,就是对同胞残忍,对坏人善良,就是残害同伴,善良本带着温柔的底色,可世间并非所有人都值得温柔以待,这世间最大的恶,莫过于假借善良的名义,放纵坏人四处横行,滋养恶意的温床,所以善良要留给值得的人。 用善意回馈善意,而不是让自己成为坏人的帮凶,违背了善良的初衷,平时很善良,涉及到利益就翻脸,人生路上,伪善的人,如常世间不换新的枕头,外表华丽,其实内里都是糟粕,小舍得中的南建龙与赵纳离婚,娶了蔡菊英,看似对他很好,也善待蔡菊英的女儿,但是,他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,蔡菊英外出买菜,他都要他记账,花了多少钱,他都要一一过目, 嘴里说着信任他,其实涉及到利益的事情,他的防备心很重,有一次,他一个招呼都不打,就把所有的积蓄给了女儿,房产证上拒不加蔡菊英的名字,在南建龙心里,与蔡菊英就是彼此利用的关系,根本没把他当成最亲的亲人,列宁说,欺骗的友谊,是痛苦的创伤,虚伪的同情,是锋利的毒箭,若一个人平时看着和气,但同他说起利益上的事情时,就变得十分计较, 若你的要求,会让他的利益有所损失,他会直接拒绝,必要时甚至会翻脸,即使放弃这段感情,也不会舍掉手里的利益,其实,这就说明,他是一个伪善的人,真正善良的人, 不会过分在乎利益,而是更在乎与他人之间的感情,看似厚道,喜欢背后重伤别人,生活中,有些人,很擅长包装自己,给别人很憨厚的感觉,却很喜欢背后重伤别人,这,就是伪善,伪善的人,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,出现在你面前,会获得更多的信任感, 但内心诚服很深,并不是真的想与你做朋友,得到你的信任,知道你的很多私事,在你面前,会宽慰你,让你不要太难过,可是,他转过身去,在别人面前大肆宣扬你,做过的错事,还夸大事实,让别人对你的印象越来越差, 表面憨厚,却管不住自己的嘴,整天东家长西家短,动不动就说你的坏话,抬高自己,用这种方式,增加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好感,伪善的人,会为了一己私利,做些违背良心道德的事情,做损人不利己的事。